我們除了剛剛這一個影片的格式以外 另外在影片裡面會不會用到圖片 也會 所以這裡有幾個格式 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那啾啾姐可能應該有同學有聽過吧 科普類的YouTuber比較少一點 他剛好又在台中 我們支持他一下 他剛好介紹兩個 所以如果你對JPEG 我們生活裡面最常用到的 對不對你看數位相機啦 各位平常使用的最常用的就是JPEG 可是他並不是一個最好的格式喔 他是屬於破壞性壓縮 所以其實並不鼓勵各位用這一種 那GIF呢 是網路上目前受惠於Flash不行之後 他又回來的這個圖長格式 因為早期因為Flash新盛了 所以他是網路上會動的動畫就不行了 可是現在Flash不行之後 大家都不會動 也不行 所以也想要動一下 那就只好找他 所以GIF現在變成是網路上唯一會動的一個圖片格式 圖片格式 其他都是用什麼程式啦 或者是像Flash這樣的產生 那這兩個呢 目前基本上都還會留著 可是呢比較新的格式 我們會比較注重的是這兩個 啾啾寫沒介紹的 PNG跟SVG 那這兩個是我們現在網頁上的HMO以後的標準 那為什麼要特別介紹他 因為以後你在找圖庫也好 你在找這些免費的這些資料 你會發現找PNG找SVG 就能夠找到比較多去備好的圖檔 JPG沒有問題 都是一些圖片照片的很OK 但是呢 JPG沒有辦法做什麼 透明度 所以我們要做透明度的話 一定要用什麼 用PNG或SVG 那原則上 這個就是所謂的點證圖 下面這個就是向量度 所以我就比較快速的解釋一下 這樣你可以比較清楚 那至於說1080P跟I有什麼差別 啾啾寫告訴你就好 我不用告訴你 你自己去問他 好嗎 OK 那麼最下面還有一個你需要知道的 因為以後你要找資料也好 或者我們甚至影片剪輯有沒有雲端的 也有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會這個關鍵字好嗎 你們有沒有發現現在很多的服務 都要你註冊 註冊完了還不是只有註冊就好 還需要怎麼樣 啟用信件對不對 會寄一封認證信給你啊 所以你都必須要留真的嘛 不留真的好像就不行 可是呢 如果萬一你真的 沒有 不是真心的 這樣了解嗎 你背對我的沒關係 你還是會看到我 好不好 你不是真心的 你就給他用這個關鍵字找一下 好 那有很多種服務 所以你可以直接Google一下 看一下這個關鍵字 我最常使用是10分鐘的 10分鐘的 反正10分鐘就消失了 好 那也有比較久的 好也有比較久 所以我部落格上那一天文章 我有稍微介紹一下 你看一進來有沒有就有這個 對不對 好就有了 那你就在這個頁面不要離開 收發信件就直接在下面 這樣了解吧 好所以你如果註冊好了 就會在這個地方 收到一封信呢 點開就啟用連結 這樣就OK了 好這樣的話 因為有時候你不是真心的 或者說 我只是偶爾來用一下 還是說你來測試一下 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用 我先試看看 你就可以用這種方式 就會比較OK 如果10分鐘真的還沒收到 記得告訴他 再給我10分鐘 這樣了解 好OK 所以我們延期前 這個農氧包 先讓大家了解一下 除了影片 圖檔格式 還有可能你以後要找資源的時候 這個關鍵字不要忘記了